好久以前帶來關心山火兒颱風 對高雄的明顯的影響是越來越大 那可以看到其實在旗津這邊是發生了有爆炒的狀況 也就是說是因為今天的行事碰上漲潮 而且是整個風雨交加的一個情況 可以看到其實在旗津這邊是整個部分的道路有出現積水的狀況 而這個海水其實就是從海邊的這個護欄這邊 是直接的打上岸 並且是持續的有風有雨的狀況的下 因此是整個潮水是直接的 持續的拍打到這個馬路上面 那可以看到其實高雄的風勢雨勢 其實在今天都是越來越明顯的 而其實稍早的時候 發生的奇境這樣的狀況之後 當地的居民其實是涉水而過的 因為稍早的時候 其實風雨是比較大的狀態 而且是直接的淹沒了整個馬路 甚至是到腳踝這麼高 因此是人車涉水而過的時候 其實都是相當的危險 也提醒說民眾 其實在奇境這邊 是風雨會比較明顯 因為靠近海邊 加上地勢的影響 因此是整個風勢雨勢都會比較大 整個高雄在稍後 也就是越晚隨著颱風越來越接近 風雨都會再持續的增加 而像這樣的狀況會持續的下去 並且是整個風勢雨勢 是持續的會對人車都有造成不小的影響 那在整個行車的經過 風雨越來越大 也會看不清楚視線 也因此民眾如果是住在奇境這邊 或者是有移動的需求 都務必要注意整個路況 然後一下我們也找到最近情形